大家好,我是小王。 本期视频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适合汉语初学者的十首歌曲。 这些歌曲基本都是抒情歌曲,大多都是一字一音,从学习汉语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。 好了,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组的两首歌曲《雪荣花》和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 选的这两首歌曲都是大家熟悉的英文歌曲的中文版本,比如《音乐之声》中的《雪荣花》,另外一首《苏格兰民歌》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 第二组的两首歌曲是中国民歌《茉莉花》和《小荷糖水》。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,意大利作曲家普希尼的歌剧图兰朵就是采用了这首歌曲的旋律。 《小荷糖水》是云南民歌,又被称为东方小夜曲。 第三组是两首流行歌曲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和《甜蜜蜜》。 这两首歌曲都是比较老的流行歌曲,但还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。 邓丽君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红遍了中国大江南北,像父母那一辈和我们这一辈都是特别熟悉的。 第四组是两首大型馆会会用到的歌曲——《同一首歌》和《我和你》。 《我和你》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,由英国歌手布莱曼和中国歌手刘欢演唱。 最后一组歌曲是两首古诗词歌曲——《阳观三叠》和《我住长江头》。 相对前面的歌曲,这两首可能会有点难,尤其是《阳观三叠》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七言绝句改编成的古琴曲。 《我住长江头》是由亲主创作的一首颂词,是我国早期艺术歌曲的代表作。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十首歌曲分享,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 在后面的视频中,我会将这些歌曲一一地展示出来,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,请记得关注我。 如果你有好的歌曲推荐,请在视频下方告诉我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